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一进入11月份,加拿大各大商家的年底热卖活动就开始了 Costco自然也不例外,出现了很多难得打折的物品 在介绍我所在的Costco特价商品之前 为大家推荐一下交价的今年男女冬季款 这件女士的连帽保暖夹克特别的轻便 它采用的是升级版的空气融技术 不但保暖性强,适合深秋初冬季节穿着 而且其外壳也具有防风防水功能 它的设计也很修身,穿在身上也不显臃肿 折折起来可以压缩至手掌大小,方便携带 这个保暖夹克我穿的是综号的 我会把我的身高体重放在说明栏内供大家参考 我身上穿的这条米色的工装闪兵裤真的是太舒服了 这个裤子它采用胶下独特的防护外壳面料 提供三重防风防水防尘保护 裤子的下面还有一个抽绳 可以在散腿裤以及收腿裤之间转换 其面料不但轻便,耐用性也极强 在徒步过程当中可以抵抗树枝 以及粗糙的物体表面的磨损 我现在每天遛狗的时候带着小狗穿树铃穿这个裤子都不怕磨 这个裤子是宽腰的松紧袋 在一定腰围之间可以调节 裤子的侧面还有一个超大的口袋 我平时放一些日用品和狗狗零食 可以随时的拿取 胶下的南款今年也有气溶的保暖夹克 它柔软的微柔内里采用的是干玛自吸热技术 完全不输传统的羽绒保暖效果 而且更轻便,还方便清洗 其剪裁时尚,设计简约 我老公穿这个浅绿色的都显得年轻了 胶下品牌在即将来临的双11节 还有着令人惊喜的促销活动 其购买链接以及折扣码 我依旧是会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内 安省的朋友们都已经发现 上周四开始各大门店就已经开始上各类的酒水了 我所在的温莎门店目前只有葡萄酒和啤酒 虽然总类还不能够和魁北克的Costco相比 但是已经很让人惊喜了 另外Costco店内的各种酒类都是不含税的价格 结账的时候除了要付13%的税以外 还要再额外的交瓶子钱 所以大概看了一下大部分酒类和加拿大LCBO的价格差不多 就是不知道以后这些酒类会不会有折扣 如果打折的话那Costco的价格无疑是最优的 周一就看到店内的圣诞食品已经摆满了货架 菲列罗巧克力以其酥脆的针子外壳和柔软的巧克力内心为人们所喜爱 这个一大盒是600克 减4元后的价格14元 这个黄油山核桃饼干本周有折扣 它不含有防腐剂纯天然成分 里面就是黄油以及山核桃和面粉 当然也少不了糖 味道很酥香 每粒饼干内含有57卡路里及2克的糖 一大盒907克 本周减4元后的价格是12块9毛9 这个是带有薄荷口味的经典圣诞巧克力 Costco的这一大盒内有5个独立小包装的 共1公斤减4元后的价格是15块9毛9 冷冻的炸黑线雪鱼块 一盒1公斤每一盒优惠的4元 孩子们特别喜爱的炸鸡块 这个一大盒足足有3公斤 可以烤箱或者是空气炸锅加热 减4元后的价格是13块9毛9 星巴克只在节日期间才有的这个限量版咖啡胶囊 一箱内有54个 本周有8元的折扣 同样是星巴克经典的深度烘焙口味的 也是一样的折扣 这个一组4个的金枪鱼罐头 准确的说它是金枪鱼色拉 里面除了兔拿鱼肉块以外 还有玉米胡萝卜 青豆和切片的青橄榄等 用来搭配青菜和米饭都不错 开罐就可以食用 本周每一组减2.5元后的价格是9块9毛9 菲拉多菲亚品牌的奶油奶酪 其味道纯正奶香味浓郁 是节日期间做各种烘焙点心 特别是芝士蛋糕的基本食材 这个一大盒有1.5公斤 每年只有圣诞节期间才有这个大包装的 本周优惠了4元 这个是经典的赤霞珠被拉维塔诺奶酪 一包450克 减4元后的价格是13元 这个野生的青鱼也称为马胶鱼 原价是11块9毛9一公斤 本周每一盒减了5元 这个鱼的产地是挪威 其蛋白质含量丰富 但对微生物的入侵也是非常的敏感 所以买回去之后要尽快的食用 这个壁谷鱼柳我已经介绍过多次了 它的味道鲜美 本周每一盒减了5元 就是Costco的包装特别不均匀 挑一盒重量少的就很划算 原价7块3毛9一公斤的鸡大腿肉 本周每一盒优惠了5元 但是这个打折的鸡肉它不是有机的 好喝又健康的石榴汁 它是从新鲜的石榴当中提取的 百分百的鲜果汁 不添加糖防腐剂以及色素等 一瓶1.8升 减3元后的价格是9块9毛9 这个是新辣的已经研磨成粉末的红辣椒 它适用于墨西哥口味以及意大利口味的菜肴 这个辣椒面还是有点辣的 一瓶328克 本周减2元后的价格是4块4毛9 这个是在加拿大非常常见的调料品牌 它有很多不同口味的 Costco店内的这个是原味的 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大蒜 洋葱和其他蔬菜 一瓶192克 减2元后的价格是4块9毛9 库斯纳品牌的这款食品处理机 其7倍的容量可以用来准备饭菜 切碎食物以及搅打面团等 它里面有一个切蔬菜的刀片 和一个用来和面的通用刀片 除了搅拌碗以外 还有一个用来储存的容器 这一套食物处理机 本周减20元后的价格是79块9毛9 这个大包装的铝箔纸 它的尺寸是宽30厘米 长200米 这个铝箔纸在平时我们烤东西的时候都离不开 它能够有效的导热 并且在使用的时候还可以保护厨具 值得注意的是不要用铝箔纸 长时间的来烘烤酸性食物 本周减6元后的价格是23块9毛9 这大卷用半年以上都没有问题 柏朗品牌今年的南款最新多用途剃须刀 它采用的是德国设计干湿两用 离子电池续航时间可以长达50分钟 这个新款增加了对敏感肌肤的保护 同时最大限度的减少对皮肤的压力 套装内还配有5个额外的 适用于身体各个部位的剃头 目前减30元后的价格是99块9毛9 这款陶瓷卷发棒 它可以自己在家随意的将直发做成卷发 它有三种的预设卷发发型 无总的热量设置 并且配有USB充电线和适配器 无需连线就可以使用 目前清仓特价69块9毛7 打折的这个枕头 它的枕面是百分百的有机棉制成 里面是可回收的替代锯脂纤维天葱物 一组内有两个枕头 本周减5元后的价格是19元 用来装冷冻食品的这个大号保鲜袋 它不含双风矮的材质可以重复使用 三重的密封口可以安全的来储藏食物 袋子上还有白色的区域 可以用来标注食品的名签 它也可以安全的用于微波炉 但是要严格的按照说明使用 一组内三盒每一盒50个 减4元后的价格是15块9毛9 中号的保鲜袋也是一组里面有三盒 每一盒内有60个 其尺寸也更加的实用 目前减4元后的价格是13块9毛9 谁受大家欢迎的这个小熊厕纸又打折了 一大卷内共有30包 每6包还有一个独立的小包装 这个厕纸它都是双层的柔软 而且也不影响它的韧性 目前减6元后的价格是23块9毛9 虽然不便宜 但这个品牌的厕纸还经常断货 考草店内其他品牌的厕纸 价格也都有所上涨 这个名为老香料的南式沐浴露 其香味混合了柑橘类水果 木脂香料以及草药的味道 泡沫丰富 使用后有着清新的香气 一组两瓶 每一瓶都进一生 本周优惠了4.5元 一组两瓶的鱼紫酱洗发水及护发素 这个品牌的护发用品之所以受欢迎 因为它里面不含有硅油 很多护发用品里面的硅油 虽然能够起到滋润以及延展发指的作用 但一些研究表明硅油可能会导致脱发 这个鱼紫酱品牌的护发用品 依然能够深度修复头发 使用后感觉顺滑自然 本期减7元后的价格是28元 艾维诺品牌的这个凝胶保湿霜 它里面所含的燕麦成分能够舒缓干燥肌肤 并且还可以有效的补充肌肤的水分 特别适合秋冬季使用 一组两瓶减8元后的价格是32元 这个羊肝菌护手霜特别的滋润 在冬季可以呵护肝性以及敏感肌肤 每次只用一点点就可以覆盖整个手掌 一组三瓶共550毫升 减3元后的价格才11块9毛9 这个特别适用于干性皮肤的手部和身体护理霜 其不含有羊毛纸的7种有效成分 具有低过敏性 获得加拿大湿疹协会的认证 使用后能够让肌肤感觉更加的光滑如丝 一组两瓶减4元后的价格是12块9毛9 低剂量的阿斯匹林片 它是溶解在小肠内而不是在胃里面的保健品 可以帮助降低胆固存 对血小板聚集有着抑制的作用 一瓶365粒贝尔集团生产 本周优惠了5.5元 加胃四通是缓解胃灼热的保健品 它在胃部不适的时候作用迅速 透过形成保护性的屏障 能够阻止胃酸倒流数小时 它的成分里面含有海藻酸以及碳酸美 里面一大一小两瓶 本周减5元后的价格是19块9毛9 这个是用来测量体温的耳温剂 它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家庭成员 它使用方便测量迅速 这个新款还带有颜色显示 当体温属于高烧的情况就会有红色提醒 里面还带有61只的测温保护头 本周减10元后的价格是39块9毛9 这个一组三罐的鼻腔喷雾 它的主要作用是能够缓解鼻子干燥 受刺激而引起的鼻色现象 成分里面不含有药物和防腐剂 主要成分就是氯化钠和碳酸氢钠 本周减3元后的价格是11块9毛9 Costco的这个圣诞装饰特别的有节日气氛 今年的价格也没有上涨 依旧是39块9毛9 好这期的Costco特价商品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